李正元博士 于1949年升任台大医学院教授 接着便远赴美国宾州大学 英国牛津大学等海外著名学府 继续研究深造 这段期间 台大药理系不只在师资人士上 有所变动 也因时代更迭 而转以研究蛇毒为主 杜忠明也把很多的鸭片原毒患 用肉剂手或者是戒烟手 把它戒掉 那就把它结束 减少很多 战争结束 变成台大医学院 设立了药学系 杜忠明就觉得 药学应该去研究中草药 药里面的成分是什么 有什么作用 怎么去萃取 所以就把中药交给药学系 李正元博士回国后 在台大继学任教 由于他的启蒙恩师 杜忠明博士离开台大 李正元博士自此呈先起后 开始全权担负起台大药理学研究室的领导工作 杜忠明因为跟中央的理念不合 所以在1954年就跑到高雄 跟前启川先生创立了他所谓的理想中的大学 叫高雄医学院 就现在高雄医学大学 然后李正元就接了台大的药理学教室 鸦片不做了 中药给药学系做了 唯一留下来就是射毒 时逢越战期间 美军在西太平洋与越南丛林中 常因毒舍事件而影响军事行动 便特别委托李正元博士进行研究 特别在越南战争的时候 他发现帮越南打越北的时候 北越的士兵打败了都被跑到森林里面躲起来 美国阿兵又不太敢进去 因为怕被毒舍咬到 所以就在台北设了一个 叫做美军医学研究所 第二研究所 这个地方都还留在 你如果到台大医院牙科部的诊所 那个病房就是 以前的美国阿兴第二研究所 在那边他们做了很多的感染 也做了手朵的研究 那也给台大药理一笔不小的监惠 所以台大药理从这样一个 美国的一个帮助 他知道药理学做得很好 那就有一笔监惠来帮助他们 即使有了美军的经费益助 还是会遇到设备不足的窘境 这时化学系毕业的张传炯 加入了实验室 他的巧思让李正元眼睛一亮 不同专业的合作 在此蹦出火花 因为刚刚讲设备的关系 他们就想说 毒舍里面那么多 可能几十种蛋白质 到底是哪一种有毒啊 造成呼吸麻痹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他们做了动物实验发现说 我们的那个神经传导 要到横格基的时候 没办法传过去 它就造成呼吸麻痹 所以要做这个研究 所以要做这个研究不中意 那也刚好李正元所来的一个学生 是台大化学系毕业的张传炯教授 张教授是化学系毕业 他也很聪明 很有创意 他就没有很好的设备 那他就去买电粉 他就把它换在拉平 他就在做饼一样 换在一个四方形 然后就把毒液换在中间 我们用个电子 正电 负电换在两边 就通电了 那大家知道 蛋白质 有的会向正电 有的会向负电跑 哇 这个毒液就向两边跑了 他跑了 约他跑到哪里不知道 那就把这个 蓝竹粉做成的饼 就切成十块 他再把这十块 每一块都去萃起 萃起出来再去看看 动物食物 到底哪一块 第几块 会造成神仙跟鸡肉被阻断 但是这个也很凑巧 以散觉 台湾很特有 不一定其他的国家的毒液 即使是神仙毒液 不一定有的 那这个摄子蛋白就是能够不拉 结合上去 是的 一七单前没办法结晶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 瘦瘦 呼吸就困难 没办法呼吸 那所以 他的发现 Alpha-Vincotoxin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当时没有 就是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这个肌肉上面的收体 神经传达这个肌肉上面的收体 是在神经传达很重要 那对这个收体的研究 当时还很少 在李正恩教授做毒蛇 手毒的时候 根本没有那种基因 或者DNA 或者是蛋白的结果的方法 那个概念其实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先进 就是那因为他的团队做的合作的经历有这样子 李正元和张传炯 首度利用电容法 成功奋力出雨伞结舌毒里的三种主要毒素 也因此解释了神经与肌肉间传导机制的关键 起初这样的发现 依旧受到质疑 为了将台湾的研究退向国际 李正元博士 毅然决定要前往法国一趟 他就是拿了这个东西 到华国去拜访当时的神经传导的一个专家 就是巴斯德的祥俊俊 到这个祥俊俊的实验室 祥俊俊也不理他 在大理就 李正元教授在实验室外面待了一两个小时 最后大理就拿这个舌头给他看一看 他说好啊 坐坐看 那他们就展开合作 然后两个去证明说 李正元梓提出来的假设 所以说沾犊税会结合到肌肉的受体上 这是正确的 当时那个小 witches 他的观念不是这样子的 不过他最好能够接受这个概念 真的是跟ACCGN Reset结合跟XLS没有关系 它Binding了以后 ACCGN SLS的Activity还在 然后这就发表出来 PNAS里面发表出来 发表出来以后 才开始国际受到重视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力气以后 就是说Alpharmicotoxin 可以去分离这个手体 然后来做一些生化 更进一步的生化研究 然后还有是后面的一些 更分身方面的研究 是很有帮忙的 到了这里 毒蛇研究不再只是为了解毒 由台湾与散结毒液 萃取出来特有Alpha毒素 成了生物学的研究工具 或是病理诊断工具 这项成绩 引起许多神经药理专家的重视 纷纷要求研究合作 或索取分离出的样本 而李振元博士 并没有因为受到国际认同 而停下脚步 他持续走出台湾 一有机会就将台湾的毒蛇研究 介绍出去 既然他要把他做的东西 新的东西 能够让世界的人知道 他的重要性 他一定要做一些宣传的动作 那在过去 时代的那种阶段 就是靠信件的往返 或者是打电话 传真 不然就是要坐个飞机 到别人家去 跟他登门造访 这样子 他很喜欢参加国际会议 那大家也知道 他非常喜欢拍照 跟狗狗的做些科学家 一起讨论 那秀很多的slides 那所以我觉得 李教授也真的是 常常用书信的往返 或者是登门造访 这样子去 跟外界的国际学者 来做一些联系 来说台湾有这样一个 特别的独一 跟别的神仁独不一样的 主要伊萨杰有的 所以就有祥书 跟他合作 去做一些进一步的研究 那他也常常在 参加国际会议的阶段 去认识新的朋友 然后去介绍他的一些 新的研究的成果 所以这个是 非常非常很好的一个过程 那他也善加利用 这样子的一些机会 让台湾蛇毒所做到的一些东西 能够被外面的人所看见 这样子 那我最近在 从过去在整理他的信件当中 我也知道说 他在1970年的2月的时候 为了去参加在 拉脱维夫的一个会议 一个植物的读树学会之前 他在1月就写了 好多好多封的信给 像是在英国伦敦 罗马等国的一些 像Dr.Hatz等等 这些学者 让他们知道说 他希望去拜访他们 然后跟他们谈谈研究 或是在会议上面 多跟谁碰面等等 所以他是非常积极的在 利用这些出国的机会 去认识国际的学者 然后达到真正学术交流 让人家认识他 我想他曾经就说过 你的publication就是你的reputation 你发表的东西就是 相当于是你的一个名誉 所以他是对于这个事情 非常的看重 所以要非常的谨慎 然后做的一些结果呢 他的你要下结论之前 你的证据要足够 那不能够只用单一 片面看到的一点 然后就妄下结论 所以要有更多的证据 然后更多重复性的 实验的结果来做一些验证 一路的奔波 使得李正元在1976年 荣获国际读塑学会 颁发的最高荣誉雷迪奖 德国著名医学出版社 施普林格 更邀请他为召集人 主编舍读专书 李正元博士花了近两年多的时间 完成多达一千多页的 实验药理学舍读 这本专书奠定了 他在舍读研究的权威地位 更在1985年 获选为国际读塑学会会长 成为台湾学者 出掌国际学术学会的 小数案例之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